霍思燕和杜江可以说是娱乐圈中的典范了,两人夫妻恩爱,更是孕育了嗯哼的存在。 在爸爸回来了,这当综艺节目中,我们认识了嗯哼,可谓是捣蛋鬼一个,但是随着嗯哼跟霍思燕一起参加妈妈是超人,的时候感觉,又变成了另外一个宝宝,胡妈半十足,各种情话干嘴就对妈妈霍思燕说,杜江为此还问霍思燕,咱们打的是同一个孩子吗? 真是让人羡慕的一家人,可静爱真的是在一举一动,心都能展现出来,但最近杜江的这一举动,受到广大网友的称赞,更是证明了为人夫的忠诚,在一档综艺节目,勇敢的世界里的一轮游戏中,大家挑战让对方心跳加速的游戏,鬼鬼无尽节,为了取得胜利,先是身体靠向杜江甚至膝盖都牵上了杜江,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, 他问了一个问题,你在爱你老婆的时候,有没有爱过别人,甚是还提议玩石头剪刀布,更是家书的人气对方额头作为了惩罚,面对这样的靠近,杜江迅速后退,并表示,你不用靠我这么近,满脸写着抗拒,因此鬼鬼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些不妥,并对着镜头向霍思燕解释这是个游戏, 但是杜江并没有因为节目就因此做法,更是严肃说道,你放心,我老婆不会接受的,在感情面前杜江接受自己的底线,不会因为节目的虚头而放弃自己对于霍思燕的忠诚, 也许鬼鬼是因为节目效果,但是作为单身女性对已婚,男性做出这样的行为还是有些不妥,对此你怎么看呢?你觉得鬼鬼做得对吗?你喜欢霍思燕和杜江夫妻吗?